讓我們再給一個最大的掌聲 好 謝謝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題呢 就是 AI 與 no code 自動化購物 然後這件事情我等一下會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先跟大家分享 就是 no code 自動化的一些邏輯跟概念 因為可能怕說有一些人可能不太知道 然後最後才會再帶到說 如何再把 AI 就是結合進去這樣子 OK 好 然後呢 就是剛剛已經有介紹了 那我覺得我自己的三個關鍵字就是軟體 然後 no code 還有自動化 那為什麼會這幾個就是說 因為我一開始就是為了 我自己中間也有就是創業過了 那為什麼一開始我其實是想要創業 然後而學程式的 就是我是學 iOS App 然後反正就是希望可以自己達到一個產品嘛 那最後發現說就是做完以後 好像也需要再一點業務的能力才可以賣出去 所以後來就有在轉這個業務 然後最後就是離開以後 其實就有做一個 agency 就是專門再去協助一些品牌 做軟體自動化的一些整合 那都是透過 no code 的工具 就比如說可能他今天希望把 可能會員的資料 然後串到可能他們自己的 專案管理工具上面 這些東西就是過去的經驗這樣子 OK 那我自己對於這件事情是還滿熱愛的啦 所以我就希望說 後來就成立了這個 no time no code 就是希望大家沒有時間 然後就是趕快擁抱這個 no code 可以幫你們就是可能取代掉 可能還需要請秘書的這種狀況這樣子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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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過去反正就是有串了很多的 說話工具然後為什麼我會就是再多講一下 為什麼我會在這個自動化這一塊 是我之前在Servakate就是做這個業務這樣子 隔壁就在旁邊 然後然後 那时候就有很多的客户就希望说 我希望把表单收集到的资料 我还要再串到 没关系 然后要把它串到 其他资料库或者是再出去做额外的应用 所以刚刚就讲到 有时候业务出去卖 但是就是可能 应该是说 回去要给PM或者再给工程师 可能资源都太满了 那我们就要想办法说 可以怎么可以更快的把这些资料去做应用 那时候因为刚好 我们就有听到说 有这个no-code的东西 最开始是叫一个Zapier的服务 等下也会介绍 然后才慢慢的去发现说 这东西真的很好用 很好串 然后所以才慢慢发展出来 OK 好 那我就是简单的去问一下说 就是为什么是no-code工作书 为什么是自动化 这件事情到底对我们的 就是重要问题是什么 到底要解决什么 对 然后可能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要解决找不到秘书的问题 那其实我觉得先谈谈就是工作 还有生活中我对时间的看法 其实主要我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就第一个是必须时间 就是你必须要可能吃饭 然后或者休息这种 然后第二个是主动时间 就是你为了要跑业务 或者是你为了要去开会 或者是沟通这种 你必须要为了特定完成任务而花费时间 第三个就是被动时间 就比如说你有时候在做一些事情 然后可能要等待资料的下载 然后或者是要等待就是系统的回应 这种东西 我把它称作这个被动时间这样子 然后因为大家就是不管是创业者 或者是就是工作者 大家就时间都很忙 所以当希望今天要改善 就是这个工作状态的时候 或者是再挤出一点那个时间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哪里开始去做优化 基本上就是最下面的这个被动时间 就是最好优化 因为你不太可能 你除非请一个秘书 他才有可能帮你就是完成这件事情 那在这件事情就是找到说 我想要去优化被动时间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在思考说 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做 那过去的我以为说 好像我们找越多的数位工具 因为就是产品就是在帮大家解决问题的 或者解决这些时间问题 那我以为这件事情好像可以帮我们 就是挤出更多的被动时间 但是殊不知就是发现 导入的这个数位工具越多 然后反而你花了越多时间 在可能中间的资料创结 或者是你今天可能用一个Excel 然后把这个资料放上去以后 然后发现我还要再寄email 然后或是我还要再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给我的可能其他同事 然后看这些东西 你其实反而花更多时间 在不同工具之间的一个资料 还有操作处理 反而花了更多的成本 那我过去其实尝试了三种方法 第一种就是可能在跟老板申请 就是人力资源 我要一个实习生 或者是像就是你说跟老婆 可能总会申请秘书 但是没办法嘛 对不对 然后第二种就是可能 请工程式开发 它其实相对稳定 但是就是说 有时候因为等待时间比较长 它可能资源很满 没办法马上满足到你 第三种就是自己写程式 但是这种事情反而成本最高 所以就是不太可能这样子 直到我后来发现的 就是这个no-code的工具 它反而可以更容易的帮你 需要透过程式的方式 就可以完成刚刚数位工具之间的一些串接跟整合 掌握更多的一些自主的时间 这样子 OK 那我自己把这个no-code织化工具 称作数位工具间的这种强力胶水 那大家会分享为什么 就是其实它上面呢 早就已经帮你整合好 比如说有一些自媒体可能是在做 就是IG或是Facebook 它早就已经帮你把一些 那一些功能 比如说发布的动作 或是下台的动作这些事情 都已经把它设定在这个上面了 所以其实你很好的可以在上面 就去操作说 我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以后 我应该要把这个资料自动的下台下来 所以其实它就不需要让你花太多的时间 再去处理这件事情 那我这边也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我最常 或是最喜欢使用的 就是应该说 我会推荐给大家的 第一个是ZiPier ZiPier是对于 还没有接触过这样子工具的人 可能是非常好上手的 超级好上手 没骗你 就是大家应该都会知道 只是说它中间有一些限制 就是说 可能你在遇到一些发生问题 或是资料发生问题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自动的 把你把这个自动化关掉 然后你其实还是变成 你还需要手动的方式 把它开启这样子 所以它虽然好上手 但是可能能够实作的 这个情境有限 第二种是Mac 就是可能Benson 他很常使用的 然后这也是我一开始 在SurveyTech的时候 我最一开始 找到一个超棒的工具 就是Mac这件事情 那它基本上 我甚至是后来 让整个业务团队 都直接透过Mac 自己去完成 就不再求这个PM 然后也就是 就是他们自己也很开心 然后第三个是 如果说今天 你可能想要自己接案 或者是像我后来自己接案 有一个叫做N8N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我遇过最棒最棒的一个工具 但是它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说它相对的是 比较需要一些技术背景 应该是说 它自己在网站上面的定位 就说它是For Technical Person的 就是No Code 或是Low Code的这个 创接工具这样子 但为什么 因为它基本上 大概95%的情境 因为我之前也是工程师 95%的情境 都可以帮你创好 所以为什么 这也是后来我离开Servakate 然后自己出来接案以后 我基本上都是用这个工具 去协助客户 然后它是开源的 所以其实你知道 你的margin其实可以拉更高 比如Benson也可以参考 对这个N8N就是超棒的 对 OK 好 那其实自动化这件事情 一直早就存在我们身旁 就是比如说咖啡机 你就是请他做一个咖啡 然后你就可以去跟旁边聊天 然后或者是洗衣机这件事情 那No Code自动化 到底是在满足我们什么 其实基本上就是去满足那些 我们让每一个人 都可以去优化自己工作流程 的那个中间的gap 因为产品可能不见得能够符合 就是大家的需求跟期待 比如说我之前在卖Servakate 就虽然可以满足大概80% 但是可能有另外的20% 是没办法满足可能客户的需求 那这时候这种自动化工具 在你没有工程师 或是没有秘书的情况下 它就可以是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补足这个最后一段路 那我这边也分享一下 就是自动化概念的一个底层逻辑 等一下会带到说 到底怎么在跟AI结合起来 就其实相对的 如果是工程师的话 就会知道很简单 它其实就是 如果什么时候 当什么时候发生的时候 我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那其实这件事情 如果是非工程底的人 也可以就稍微记得 就是比如说你今天 假设真的请到了一个秘书 你应该要怎么告诉他 要做哪一件事情 你应该是告诉他说 当今天有人寄一封信给你的时候 你要把它给我 之类的 对不对 这件事情就是 其实也是自动化的一个底层逻辑 当然不见得这么简单 还有一个更复杂的这个Diagram 就是说 可能当什么时候发生的时候 我会要有个判断 就当今天我收到一封信 上面写我的名字 然后你要记得给我 这样子 然后最后才完成 这件事情 这个Diagram 就是最主要刚刚提到的 可能在Zapier 或者是在Mac 甚至是在N8N 这些工具上面 大家会最需要 掌握的一个观念 这样子 大概就是这张图 那它其他的东西 你大概会了以后 你就大概知道说 我如何在这些 No Code的工具上面 去做操作跟使用 因为它都已经有帮你整合好 比如说Google Sheet 然后或者是Gmail 所以你就知道说 当我今天 可能有一笔新的会计账目 进来Google Sheet里面以后 我要自动把它转成一个 可能文件套版寄给谁 那这个就是刚刚的 符合这个流程里面的 一个操作方式这样子 OK 我这边举个例 就是第一个就是 其实它不是用No Code完成的 但是它就有点像是 自动化的方式 大家如果使用Gmail的话 它有一个叫做 条件筛选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 当我今天遇到 就是标题 或是基建者是谁 然后我应该要 比如说自动把它 标注信号 或者是 就是你遇到一些广告 但是你还是有时候 有空的时候想要看 我就会自动的把它 变成已读 就不会一直占用我 这个就是Gmail的时间 这样子 OK 然后第二个是 可能是像是 我以前在做业务 然后合约 当今天要 就是到期的时候 常常会发现 就是有可能忘掉的状况 那这个是一个 No Code工具 叫做AirTable 那你在上面 就有点像是资料库 你可以设定说 反正我下一个 要跟他通知 就是续约的时间是什么 他在这个续约时间 到了时候 他就会自动的 寄一个代算事项给你 所以就有点像是 你可以很被动的 就是不用管这件事情 其实就有点像是 你自己的 To-Do List 只是说 他可以再做到更复杂 就是他可能 可以再跟别人协作 或者是 今天你可以计算说 当今天这个客户的金额 达到多少 加总多少的时候 我才要去做一个通知 这件事情都是 在No Code上面 自动化的一个 设定跟环节 这样子 好 所以基本上 透过这个No Code的 这种自动化 他其实解放的这个时间 可以帮你省下很多 就是你原本需要人工的方式 那我这边举一个 就是比较更具体的 这个转换 就是说 比如说 如果一个事情 他要你处理的 这个被动时间 等待可能要两分钟 一天可能十个 这种琐碎的事情 只要一年下来 其实就帮你省下 就是大概120个小时 这120个小时 可以好好地跟 可能老婆一起出去 或者是就是跟 朋友或是约会 或者是像这样子 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其实都非常好 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可能 大家都会需要 就是慢慢掌握的 这个技术 就不只是 当然AI很重要 那等一下会分享 说AI怎么再导进来 这个东西 但是前提是可能 一开始你就会 大概知道这个mindset 我可以怎么慢慢地 去省下时间 不然大家其实是 投资或者是赚钱 也都是为了这个自由 对不对 那至少先从这种 在还没有真的自由的钱 先就是慢慢地 解放这些时间 这样子 OK 那这个东西 怎么开始 就是去解放 那我觉得有三个 潜在的这个机会点 第一个呢 你可以找出 常常可能需要处理的事情 然后第二个呢 是可能需要进行 这种资料搬迁 就是像 我可能要从Google sheet 或者是我想要从Excel 把资料搬到 可能Gmail上面 这也算是一个资料搬迁 就是要寄给别人 或者是我要再把它 搬到这个 我的专案管理工具上面 也是一种资料搬迁 或者是那些 可能无聊所 所以你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尤其是创业者 或者是自由工作者 一定是很多这件事情 那这些你都可以 把它列下来 这样子 然后第二个呢 在定义这个 自动化的一个 三个关键问题 就第一个呢 你到底要解决 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今天你到底 知道什么 这一定是大家可能 不管是创业 你一定都会有个目标吗 这就不用多讲 但是在这个数位工具的这个领域 我觉得第二个问题 其实相对关键 我觉得会需要有个mindset 是你要定义 可能需要使用什么样的工具 我觉得这也是 相对比较难一些的 因为大家可能就不知道 有什么工具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可能就可以在 可能Facebook社团 或者是多参加这样的聚会 可能就可以多了解 一些不同工具 我最后有CTA 对 然后 你一直讲 OK 好 等下就一直讲 那其实就有点像是说 我今天 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 不太知道说 有数位工具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 我们要请秘书 但是不是啊 就是有时候 我们就是可以上网找 或是问那个 ChartGPT 问说 有什么工具可以帮助 他其实就可以推荐你一堆 大部分这些数位工具 都可以透过刚刚的 那三个自动化工具 串结起来这样子 OK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定义那些 处理的这个步骤 这个也是有点像是 拆解问题 就是我今天 就是我刚刚不是有说 底层逻辑吗 当今天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要做什么 所以这边就有一个举例 就是比如说 我在Facebook上面广告 如果我获得一个新的Lead 就是这个商机的时候 我要把这个东西 寄给我的可能老板 或者是我要寄给我的自己 这件事情 你就会把它拆解出来 那里面的那些工具 它就会帮助你 把这个Facebook里面 收到商机的那些资料栏位 直接列出来 比如说你自己 就有一个表单在上面说 What's your name 然后你的手机号码 什么你的email 这有时候我们都是要 收集商机的方式 这些东西呢 你就可以把它 从那些自动化工具里面 抓出来 然后写到这个 就是Gmail里面 然后就是看说 你要自己排在哪里 所以它相对的就很简单 就是用类似的这个步骤 就可以完成 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举例 对OK 好 那这里就是进到 就是关键点 就是说 刚刚我听的 好像就是 跟AI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说 我来参加这个活动 但是因为就是这个 刚刚的那个自动化流程 其实是相对非常关键的 那这时候 我们要怎么去把这个 就是AI搭配进来呢 OK 我觉得这里 也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AI vs No Code的这个自动化 到底就是 差异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 刚刚我们讲的 No Code自动化 是帮我们处理 被动时间 这件事情 但是AI 其实它相对的 其实是可以帮我们 优化主动时间 对不对 其实你可能要做 会议记录这件事情 是主动 你要筛选 你要摘要 这件事情不太可能 透过刚刚什么 当我今天遇到什么 关键字的时候 我要那个 怎么可能设计出来 但是AI这件事情 就可以在这时候 帮助我们完成 比如说会议摘要 然后判别这个商机的重要性 或是真的产出一个 回复信件的这个内容 那这件事情 要怎么把它尬在一起 我分享一下 就是说这件事情 除了就是改由 这个AI去协助完成 它其实可以强化 这个解放时间的力度 我这边举几个 这也是在 No Time No Code上面 分享的案例 就比如说 自媒体的工作者 今天如果说 我想要产生 自动产生 这个图文的内容 其实这是我们之前 实作过 跟就是一个创业伙伴 有尝试想要产生 那种农场文 OK 然后所以呢 我们就把一个特定的主题 比如说我今天 在外国的媒体上面 找到一个跟 假设是 Marketing有关的主题 我自动的在 AirTable上面 就是有个资料库 去下拉选单说 我想要就是讨论 这个Marketing主题相关的 那这个自动化呢 就会自动把这个主题 丢到ChartGPT上面 而且我不需要 就是好像 再开一个视窗 因为这东西 都已经透过 刚刚三个自动化 已经串好了 所以它丢上去 当然你的那个Prom 指令这个咒语 你要先Tune好了 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这个 一定要的 这样子 对关键 关键 这是关键 OK 那Tune好以后 它就自动帮你 把主题 甚至是达利 你知道达利也是 产出图片的这个吗 它也会针对这件事情 在帮你自动的写回 这个AirTable里面 所以你知道我们那时候 是怎么做吗 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是 自动的去订阅超多 外国文章的RSS 然后就是 然后出来 然后隔天 然后就一堆 就是图片跟文章 然后再自动的帮我们 把这些文章跟图片 放到就是 Google的那个Blogger 上面这样子 然后 因为我们原本想要 就是用这个农场 然后看看可不可以 有Google Ads 这样子 但是最后没有被审核过 反正就是一个 例子 其实还好 其实还好 就发现我们这样子 一天就是 发布大概十几二十天吧 大概十二块台币而已 对 一天一块钱 对一天 对一天一块钱 就是超便宜的这样子 所以这边一样嘛 就是会 就是刚刚的那个 当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然后应该要把这个 prompt什么东西 放上去 所以这样子 其实对公司里面的行销 它也不需要再去做 这方面的这个 困难 它可以给你做一个参考 就是帮你产生类色图 然后帮你产生类色文 你可以自己再修改 这件事情就可以帮你省下 不只是被动 然后也可以帮你省下 主动的时间 那第二个呢 是可能客服的回应 那客服今天 你一样是可能 从表单上面 收集到一些 资讯 然后它可能自动的帮你 写到这个资料库里面 比如说 阿凤跟我讲说 就是你的这个 no time no call 怎么就是 有没有新的东西 那我一样是把这个回复 自动的就串到 AI 就是charge b上面 它就会帮我产生一个 可能要回复 就是阿凤的这个内容 所以当我今天 是客服人员 我看到了以后 我稍微修改一下 就是说 就是我改一下标题 或是改一下内容 我在同样在这边 再下拉一个选项 它就会自动的 把这封信记住去 我甚至就在 同一个界面 就可以完成 这件事情基本上 现在好像没有 那个真正的产品 做到这件事情 但是你透过 刚刚我讲的那几个工具 它其实都已经 跟charge p整合 那就可以帮你们 做好这件事情 而且这件事情 在这个Mac上面 或者是完全免费的 这样子 OK 然后第三个是 我们notime no code 卖最好的一个产品 因为我们有卖范本 这样子 OK 时间快到了 剩下几页而已 我分享完 就是说这件事情 它其实还有一个 叫做会议记录 因为大家可能就是 最想要做 这个会议记录的摘要 那其实它的做法 就有点像是 你把会议记录的录音档 丢到你自己的 dropbox上面以后 它会自动的侦测说 当今天dropbox里面 有一个新的录音档 它会把它丢到 charge gpt的那个 whisper open ai的whisper 转成语音转文字 然后文字以后 再丢到charge gpt里面 帮我摘要起来 然后摘要出来以后 再把它可能写到 一封信里面 自动的寄给我 这件事情也是中间 就是反正我只要 丢一个档案上去 后面的就 什么都不用管 它自己就完成 但是这个东西 是已经有产品了 就是现在有很多产品 那只是说 就分享这个概念 就是其实有时候 你可能产品不见得满足 或者是很贵的时候 你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 去帮你解决 这样子的问题 OK 所以其实呢 它还涵盖了 各种不同的情形 刚刚只是举几个 比如说业务行销 是我比较常见的 可能会计的财务 或者是人力资源 采购等等的 你都可以想象说 它可以怎么去 帮助你这样子 OK 所以呢 基本上就是可以 帮助大家更提升 就是主动 时间的这个效益 这样子 那我觉得未来的 就是进行方式是 你知道charge gpt 跟zapier有一个plug in 对不对 只是说它现在 没有那么好用 对就是 它只是说 你可以用自然语言 然后把一些 你在zapier上面 做好的一个流程 就是去唤醒它 就有像Siri说 你帮我确认一下 就是我的资料库 里面有什么文章 或者什么 它会自动的帮你去抓 但我觉得这个 可能还蛮期待 它之后的发展 但是现在还没有那么好用 第二个呢 是zapier它自己有出的 因为大家可能 不是工程底的话 可能会觉得说 我要拉这些东西 其实有点麻烦 对不对 它还有一个 就是在发展这个 自然语言 就比如说 就是当我遇到一个 就是在对Google Sheet 里面有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 直接传 是来给我 然后它就帮你把 那个自动化拉出来 这是我最期待的 但是就是 对对对 但是就是现在就还没有 就是真的 那么容易做出来 但是我相信 就是总有一天 一定会有的 那只是说 在这个之前 你可能也是要 就是练就说 那个串接的 这个底层逻辑 就当街什么事情 你才可以跟它讲 你要怎么跟它沟通 这样子 OK 然后所以如何进一步 掌握这个 Nocode温度数 我这边就是CTA 对 就基本上就是 大家可以就是直接在 IG或是Facebook上面 Follow 我们其实基本上 都会定期的分享 类似刚刚这样子 案例的这个文章 然后希望就是 就是对大家有帮助 那等一下也都可以 再互相交流 这样子 好 谢谢 好 给今天一个最大的掌声 哇 这个分享的都是 干货满满啦 对 干货满满的 很期待啦 就是跟J有更多的合作 因为我们觉得很多人都 蛮需要这样的一个内容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 虽然我觉得刚刚J讲说 这东西跟AI没关系 可是老师对于很多人类来说 AI就只是节省时间 所以老师我觉得 这对我来说 都是广义性的AI的概念 因为AI本来就很大 Machine Learning Deep Learning都是AI 像磨成度 这东西 逻辑上也很接近这样子 OK 感谢J的分享啊